歡迎來到華視生物氣象港 快先來關心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我們可以看到馬娃颱風 在今天是減弱成為中度颱風 那麼在今天的下午 它是在台灣的位置 鵝鑾比東南東方大約27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持續往西北西的方向來移動前進 不過目前氣象局預測它會持續的增強 不排除還有可能又會增強成為強臺 那麼對於台灣的影響 要看未來接下來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才會知道它距離台灣會不會比較近一點點 那麼至於明天的降雨 我們從雨區暴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晚上到明天 相對是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而明天整個西半部地區陽光都有露臉 但是午後在山區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好 為您整理氣象小叮嚀的部分了 明天整體而言水氣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但是雨時都不會太大 但是這樣的天氣狀況到了周日就會有些改變 周日起水氣會比較多 而預計到了周一將會是颱風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 另外再加上颱風現在恐怕還會持續增強 那麼對於台灣的影響我們也會密切為您關注了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您做參考